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无论天气多么炎热 总有一种声音从未停止过 那就是呢,总有人说 如果常开空调就会放上空调壁 然而事实上呢,在高温条件下 如果长期处于暴热的环境中 就有可能放上热色壁 热色壁属于中暑的一种类型 热色病的死亡率呢,高达90% 一般都在发病后24小时内死亡 这比空调病要严重得多 不夸张的说呀 热出来的这种病真的比心梗、老梗 这些加起来都要命 这几年总有不少人呢 因为夏天害怕得空调病 不开空调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这类新闻事件比比皆是 李医师给大家说几例 苏作医对老夫妇 因为热天铺开空调而死亡 一名老人呢 在120救护车抵达时死亡 另一人在医院死亡 山东自博的医场妇 在作业子期间 因为中暑最后不治生亡 今年夏天以来 李医师看到的因为中暑而倒下的人 已经挺多力的 有一些人经过医治 捡回了一条命 但这种热色病一般都会留下后遗症 如常见的全身法力 肝肾功能异常等等 因此李医师呢 在此服役各位 尽量不要在闷热 不通风的环境下 生活工作 如果觉得实在闷热 不要硬砍 该吹风扇就吹风扇 应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更不要为了省钱 把自己的命搭上了 划不来 如果担心空调病 要注意做到以下的几点 1.温度调适宜 最佳的空调温度是26-44度 这是体内感觉最合适的温度 2.不要对着人直吹 空调冷风直吹 对人体会造成伤害 最好能够把空调的出风口 外边的山叶往上调一点 对着上面吹 不要正对着人 3.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 有些人之所以会得空调病 就是在空调房里 待的时间过长导致的 4.注意通风 不要因为开空调 就认为开山通风不重要 每天早晚通风一个小时 这样对于身体健康 是有益处的 5.注意空气的湿度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 总会感觉到散肢不舒服 很干或者痒 这是因为空气太过于干燥导致的 大家在房子里吹空调的时候 可以开一个加湿器 或者在旁边放一盆水 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女医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